受到了强对流发展的影响 嘉义地区从今天凌晨开始 雷声大作下起了大雨 上午甚至还降下了冰雹 有的甚至大约2公分这么大 持续下了10分钟左右 让民众非常的惊喜 秋林玉山也在上午的8点43分 下起了冰雹雨 直到了9点20分才停止 而在台南市后币区 上午同样是狂风暴雨 下起了冰雹 不到一号 中山高新营交流道附近 也是突然间风雨交加 气象局提醒民众 不要特别当心了 大冰雹从听而降 砸在地面上发出剧烈撞击声 吓坏附近住户纷纷出门查看 受到强对流发展影响 西南部地区23号上午出现强降雨 嘉义县市更是从凌晨开始 就狂风奏雨 上午7点40分 嘉义市南边甚至还下起冰雹雨 时间长达10分钟 住户的采光照相 清楚可见这冰雹还不小 将近有两公分这么大 许多后面比较低洼的地区 还出现积水 巨大雷声也下行许多嘉义民众 近乎整晚都不敢睡 下午8点40分下起冰雹雨一直到9点20分才停止 后面前会有些暖区 所以西南风的区域 这个区域也容易有明显的对流发生 像白豹火也是对流 那比较剧烈的就会有雷雨 大雷 更剧烈可能就会下一些冰雹 7点半上半之后是有观测到雷雨的清净联统 像白豹火一样它要下在哪里 变数很多 中央气象局在下午7点15分就针对嘉义市以及嘉义县 发布大雷与及时讯息 提醒民众旺盛发展的对流 常伴随大雷闪电与剧烈降雨 可能出现强降风或伴随冰雹发生 出门得多加留意 最佳一中的报道